以色列星期六凌晨对伊朗发动空袭 我国外交部证实没有大马人在这起事故中遭殃 我国外交部发文告强烈谴责以色列对伊朗展开的报复行动 特别是对伊朗、卡拉基、卡尚、马什哈德和舍拉茨等城市的袭击 这些行为明显违反国际法并破坏当地的安全和稳定 立刻应该立刻停止暴力循环 根据文告外交部建议所有在伊朗的大马人保持冷静 提高警惕掌握当地局势的最新情况 目前我国驻邓黑兰大使馆正在密切关注事态发展